沒有語言 沒有原住民的語言就沒有原住民 沒有客家語就沒有客家人 這個是很清楚的 語言是所有文化的根本 第三個就是健康權 有原住民健康法 原住民主健康法 這個就是陳穎推動 我們給他一個熱烈的掌聲 四點 我曾經去司馬庫斯 我曾經去司馬庫斯去參觀過 那他們有帶我去看他們的小學 我發現 他們希望能夠用自己原住民的方式來教育自己的小孩 大家贊成嗎 換句話說 要希望雙軌制 就是說 目前我們的教育是一套 那原住民的部落的教育又是另外一套 我們應該尊重原住民 另外一軌的教育 大家說好不好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就這樣的話 才有辦法 保存原住民的文化 對原住民尊重 這個也是落實原住民 原住民族自治的一個項目 另外一個 我覺得也蠻重要的 就是要 要栽培原住民族的人才 是 要栽培原住民族人才 要栽培原住民族人才